你高估还是低估自己了呢?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彩虹姐姐色彩生活创造和谐第五集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大多数的人都高估了自己一年所能做到的事情 同时低估了自己十年所能完成的事情 请问大家,有没有想过 人在什么时候会高估自己呢? 面对短期目标时 总想到付出了就要马上得到结果 明天明明才开始结实 明天就想要瘦一个1kg 那什么时候又会让人家低估自己呢? 在设立长期目标,比如十年计划时 总有了一份怀疑自己的心 觉得现实和梦想差距太大了 结果很难坚持下去 所以很少人会去设立十年计划 前阵子我和一位老师沟通 他让我看到在三年前 我为自己设定的目标 当时才从微生物学转行到亲自教育领域 很多东西都不懂 而且都是从零开始学习 重新评估自己在这三年的成长 确实看到自己的成长 而且还不经意的为自己创造出很多奇迹 在一幕前的你 你是否有长期思维呢? 如果我们有长期思维 我们对当下会有更多耐心 对未来会有更多的信心 祝福大家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赞和分享出去 我们下一集见